今天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上星期的部分 第八次,今天第九,還有兩次 所以這兩次主要是針對網路爬蟲的部分做一些說明 但是爬蟲部分的話 至少你要對網頁的HTML語言有一定的基本 至少的基本概 否則的話你要抓取它上面的資料 那複雜度絕對會比上個禮拜那個什麼CSV 我們有講到有關抓CSV 跟抓Json,還有抓XM 那相對的那個檔案格式是比較簡單的 像CSV它的格式就是中間加豆點 最後是一個換行,有沒有 豆點換行,很簡單,很基本 所以我們將來只要抓取之後的話 只要把每一行切開來 然後每一個豆點切開來 用Sprint有沒有 那就可以把資料分別放到那個串列裡面 看你要放資料庫 或者是說你要做後續的處理 那就相當簡單 但是一個網頁的話 基本上它非常複雜 我講過就是比如說 我們今天要抓取像那個什麼TQC的官網 TQC Plus這個官網 證照考試 按右鍵的檢視原始碼 那你會發現它的原始碼結構一定是 就是就長這樣了 而且裡面你會發現它的那個 這個資料行數非常非常的多 你會發現呢 它的左手邊這邊總共一千多行 它的結構一定是什麼 它就是上面的標籤 它一定是小於開頭 然後裡面的標籤名稱 然後呢 結束的話一定有個 這個對應的一個結束符號 比如說你會發現這個 假設把ul的話 這邊li有沒有 底下會有一個結束的li 那這個開頭的li的話 有的時候會增加一些像class 或者是增加一些其他的這些屬性 不一定 它這個是可有可無的 ok有的話呢 那你可以有一些 多一些可以判斷的條件 那沒有的話呢 就有沒有的這個解決方法 所以其實爬蟲 基本上呢 這個彈性也蠻大的 就是說有些地方 你可能要針對實際上網頁的狀況 然後呢去抓取你要的資料 ok 所以其實有一定的難度 另外的話呢 因為我們是要爬人家網站上面的東西 所以呢 還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對方的網站可能會改版 也就是說今天他長這樣 明天可能要換個樣子 那你可能就是要 他如果換個樣子 你就要再去更改你原來爬的規則 因為他變了嘛對不對 你不能說你的網站不能變 不可能吧 因為那個是人家的網站 他放在網頁上呢 基本上是開放給你使用 但不保證說他永遠不會變 甚至有一些現在有個區 甚至說他有些資料是給你看 那就不想讓你抓 他就有一種所謂的 我們是要爬蟲嘛 那他就反爬蟲 就不要讓你爬就對了 那他用各種方法 反正就不讓你抓 看得到但是抓不到 理論上你 他只要放上去都抓得下來 但問題是說有難 有簡單的有困難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們慢慢再來了解 那因為這個網頁的結構其實還蠻複雜 所以我們前面會先講一些比較基本的 也就是說如果像這個0604 所以待會請各位看一下那個 就是0604的這個單元 就是網頁資料擷取基礎 這個與外匯資料的擷取這個單元 那我們就是按部就班的先跟各位說明 怎麼去抓取資料 所以上個禮拜的部分的話 假設上個禮拜主要也是一樣有點複習 前面像把資料再丟到Seql的資料庫 這部分也許還是需要 各位回去再多多練習 第八次上課 第八次 是我貼 所以還是貼到第七次 所以上個禮拜主要是什麼 下載Jason 有沒有 然後下載Jason 轉成CSV Jason 格式應該還記得吧 他理論上是 我們上個禮拜的那個 P2.5的話 它是一個中瓜 外面 裡面的話就放一個一個的Jason 一個一個字典 然後把它抓下來之後的話 當然主要還有一個目的就是 希望可以再把它轉成CSV 那CSV 相對起來 對一般來說比較好處理 因為你給他 他一Sale就可以直接打開 應該理論上用起來比較沒什麼問題 其他的話 還有像抓取XML 另外把Google 當成是開放資料的來源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 你希望能讓別人去抓取一些CSV的檔案的話 那其實你一般當然你要架一個Server 那把檔案放上去 可是如果 你可能會有那個架設的問題的話 那其實呢 不妨可以用那個Google的試算表 它裡面有一個功能叫發佈到 發佈到網站 就是它可以把一個 這個Google試算表 當然你可以把eSale丟上去 轉換成Google試算表 再把它發佈為CSV 那它會產生一個連結 那個連結的話 你就可以當成是 你的將來開放資料的連結 OK 然後其他的話呢 大概我有提到有關就是 HTML相關基礎 所以回去請同學 回去稍微再了解一下 什麼叫HTML 當然呢 我在這個0604裡面的話 開頭呢 也有兩個連結 那請同學回去了解一下 因為主要如果你要抓取的話 第一個你要知道什麼叫HTML 然後它的元素 主要我們要抓的是它 它這個裡面的東西叫Content OK 所以將來要怎麼去抓取外面這個東西 Element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標籤 Tag 標籤的名稱 比如說P的話是段落 那如果是什麼 像一般常用像Title 一個Title開頭 Title結束 那就是你的網頁的這個標題 就是它的那個Title的名稱 另外的話呢 最上面會有Head 有那個網頁的頭 底下的話呢 會有Body 諸如此類會有很多的相關的這個標籤名稱 另外的話呢 這個Tag後面還會有相關的屬性 比如說常常會用 常有的像Class 那你可以抓這個Class 它的屬性裡面有個Class 那你可以抓這個特征 也就是說網頁裡面基本上有非常多的HTML的內容 但是你要的其實是其中的東西 那如果說呢 你不懂HTML的規則的話 要去抓取資料 那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OK 那可是問題 要爬蟲 其實這個爬蟲也不是說只是最近才發生 只要網路出現 我們就會想要把資料抓下來 所以早期在沒有Python的時候 其實抓資料還蠻麻煩的 因為你抓下來之後 你還要知道說你的資料放哪裡 那你找到之後還把它切割下來 可是Python呢 它的優點 就是說裡面它提供了一個還蠻不錯的一個模組 一個外掛 叫做BeautifulSoup 這個BeautifulSoup 就其他像BBA就沒有這個東西 它的好處怎麼樣 它提供了一些簡單的方法 你只要告訴它說 你要找的標籤的名稱是什麼 還有你的Class名稱是什麼 它就會幫你把裡面的資料抓回來 OK 所以你有的時候甚至不用特別了解 什麼HTML裡面到底長什麼樣 也許可以避開這些比較麻煩的事情 但所以今天的話第一個 這些我想有請各位同學回去大概了解一下 如果你實在對這個還是不太清楚 可能再稍微看一下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一個網頁的一個基本架構 反正它一定是一個頭一定一個尾 所以一個網頁的話一定會HTML開頭 HTML結束 然後它的那個頭的部分是Head Head頭開始在這裡 尾巴在這裡 裡面通常會定義什麼 它的編碼方式 然後它的title OK 所以這個頭在這裡 身體在哪裡呢 身體body到body OK 裡面的話它實際上這邊就放一張 IMG就是一張圖 image的縮寫 然後SRC就是它的路徑 它的路徑的話就放在哪裡呢 放在一個image的資料夾 底下的話有這一張圖 OK 然後這個LT的話就是說 你油標放上去會有一個什麼提示名稱 提示名稱叫MyTestEmail 那這些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的一個網頁的內部的原始碼 當然你只要把這些層次 把它存 就是貼到記事本裡面 你把它另存新檔 副檔名叫.html的話 它就是一個網頁了 那這個網頁的話 通常就放在伺服器上面 然後將來我們連結的話 它就把那個網頁秀給你看 OK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底下有些說明 如果時間的話 請各位就自行在閱讀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逐一逐一的講 那所以呢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 第一個 簡單的sample 這個範例 那基本上呢 第一個我們要會用到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呢 它叫BeautifulShip 那這個BeautifulShip它不是內建的 也就是說你必須要安裝 所以如果 假如你電腦裡面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要再把它安裝起來 安裝的方法 其實前面有講過 第一個 我們先找到我們的C疊底下的那個 Python 我是用374這個 打開之後的話 一樣在上面點一下 打一個CMD Enter 那接下來要跳出來 那就把我們雲端 0604這邊的 第幾頁啊 第一頁這邊就有一個 安裝的語法 如果你怕打錯 你就Ctrl C一下 然後直接再到這邊的話呢 直接按右鍵 它就貼上了 OK 然後呢 按個Enter 有沒有 這個名稱 它後面有一個BeautifulShip 4的版本 所以按Enter 好 那第一步的話 一定就是把它安裝起來 如果你沒有安裝的話呢 那當然 就 沒辦法使用它 我講過了 因為這是外部的一個模組 它放在 官網上面 我們只是把它Download下來 所以第一步呢 你會看到 關鍵字就是 Sersifficult 這個地方就安裝了 也就安裝OK了 沒有問題了 如果你沒有安裝 當然就沒辦法用 第一步 外掛 OK 所以等一下你們要檢查一下 這個東西 第二步的話呢 那我們確定安裝之後的話 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是在 這邊 我這邊總共會有 講到有關爬蟲 那當然呢 理論上我們先用Request 先抓那個網站上的網頁下來 可是 我們Request抓下來 其實又相對比較複雜 所以我這邊會有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呢 我直接指定底下的這一串有沒有 等於有點像我 模擬 我去抓 已經把它抓起來了 但是我現在是直接寫在這邊 意思是說 我們不要去抓 我們直接就把它變成一個字串 那如果我說底下這一串有沒有 你會發現 三個雙頂號開頭 三個雙頂號結束的話 理論上就底下這些東西呢 它 就會 幫我整串的丟到這個HTML 這個就是一個變數 裡面的話就是放這一個字串 裡面的東西 其實 就有點像模擬 我從網頁上抓原始碼下來了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做一件事 所以待會 H你們可以吧 可以把這個範例一一 假設你已經 裝好這個Beautiful Swift之後的話 然後呢 把這一串 一直到哪裡呢 到這邊好了 Beautiful Swift 底下 到這裡好了 Ctrl C OK 那基本上呢 我們來用那個Beautiful Swift 來試試看 該如何去爬取我要的資料 所以我這邊的話 假設這一段程式 那你就把這個資料 H 先把它delete掉 H你就貼好了 貼的話就貼到 大概就是Beautiful Swift的第一行 就在貼這個 這個等於是把它當範本 以後的話呢 大概就固定類似像這樣用嘛 你會發現第一行一定是 from這個BS4的一個 這個模組 那我們input這個方法 叫Beautiful Swift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的話呢 其實非常單純 它其實裡面有很多 很多可以用的方法 但是呢 後面喔 我是建議你 就大概記兩個 兩個方法就夠了 第一個方法 叫Find Find的話 就尋找 尋找什麼標籤的意思 就網頁上有什麼標籤 第二個的話呢 就Find all Find底線all OK 那意思說 如果你要找的標籤 只有一個 你用Find 如果你有多個的話 那你用Find all OK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假設說我今天希望 這邊有HoloWall的123對不對 然後呢 它們放在哪個標籤裡面呢 放在三個P裡面 所以如果我今天的需求是 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個HoloWall的123 全部幫我列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好 特別注意喔 其實喔 Beautiful Sub 我是覺得它方法很多 但是你只要記得兩個 我剛剛講 Find跟Find OK 那怎麼操作 其實蠻簡單的 第一個 我們利用Beautiful Sub 然後呢 把這個字串有沒有 這一串東西 丟到這裡來給它 讓它去解析 然後呢 後面的話 豆點就固定的一個 固定的一個參數 然後這個參數的話呢 就叫HTML.parser 那這個是固定的 你就不要改它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種 另外一個方法 不過我建議是用這個 先用這個就可以 好 那我們如果給這個 Beautiful Sub 會給它之後的話 它會產生一個SP 這個SP就是 它Beautiful Sub的一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 就提供兩個方法 一個叫Find 一個叫Find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假設 我用什麼呢 我底下按一個Enter 然後我希望Print什麼 我把Print Print什麼SP 裡面的話 當然我是針對什麼 針對這一個網頁 這個字串 假設我今天要找什麼 我要Find 錢瓜糊 對不對 Find裡面的話 如果你今天要找什麼 找哪個標籤的話 你就直接把這個標籤名稱 那裡面呢 記得喔 小魚跟大魚不需要 把這個P 把它放到這邊來 意思是說 幫我找一下這個網頁裡面 我們模擬一下 這個網頁裡面的這個P 那我剛講過喔 如果你Find的話 它會找一個 那你想說 老師這邊有三個啊 有第一個P 第二個P 第三個P 那 如果你 找一個 這意思是說 你找第一個的意思 它回來的話 就給你第一個 OK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呢 假設有三個 它就幫你給你第一個 所以我們這樣就OK了 SP 就是這個Bidwell書物件 它有個方法叫Find 那Find什麼呢 Find這個標籤 好 那如果你把它執行的話 那你會發現 把它執行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給我什麼東西呢 OK 你會發現 它就給我 我剛剛講過 它會 因為Find的話 是Find一個 所以它就Find什麼 把這個東西 就給你了 OK 它就把這一整個 它找到的第一個 因為有三個 它找第一個 然後把這個完完整整的 幫你把它搬到這邊來 OK 所以第一個 那你想說 可是我希望 那個前後的那個標籤 不要出現 有沒有那個什麼 小於大於 裡面那個P不要 那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就在後面再加一個什麼 點Test 點Test 意思是說 我要裡面的內容就好了 我不要外面的標籤 點Test OK 把它執行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就出現什麼 出現的就是 Hello World 1 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今天 我希望呢 得到的是 123都通通出 通通出現的話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不能用Find了 Find只會找第一個 對 你用FindAll就好了 所以其實 Find4Soup 其實這兩個 Find跟FindAll 就已經非常的夠用了 那什麼操作啊 因為它回來的話 會是一個串列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 其實如果 假設你不改的話 有個方法 Find底線All就可以了 那FindAll回來之後的話 它因為不只一個 那如果你要 假設我要先抓 第一個的話 就是這邊中瓜50就可以了 因為它抓回來的話 不只一個 可能會有三個 有沒有 三個P嘛 一個兩個三個 那如果你要抓第一個的話 其實如果 這樣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會怎麼樣 還是Hello World 1 那可是如果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1的話 會變什麼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吧 Hello World 2 對啊 執行 有沒有 那如果你把它改成2的話 對 那就 加油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要三個都把它Print 你又跑個回圈就好了 有沒有 For I in range Range Range的話就LEN 這個 剛剛這個串列的總長度嘛 對不對 然後就把它Print了出來 也可以啦 如果你想說 那你可不可以 像0 0 有沒有人比較 偷懶這樣 比如一個兩個 有沒有 三個 這樣可不可以 跑出你要的結果 也可以啦 只是說 這樣子的話 當然因為只有三個嘛 三個是OK 可是如果三百個 或是三千個的話 你一直貼一貼嘛 OK嘛 所以如果資料多的話 你就一定要跑個回圈 那就可以把這三個東西呢 分別就取出來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喔 比如說Soup 方法很多 但是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Find跟Find O 就非常綽綽有餘了 然後面我們大部分的那個範例 都用這個Find跟Find 那掌握要訣 就是第一個 你要抓哪個標籤 你要找到 第二個的話呢 它出現 是一次呢 還是多次 如果一次的話 就用Find 如果多次的話呢 就Find 大概原理原則是這樣子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第一步的話 記得喔 安裝那個Beautiful Strip 應該還記得吧 就是 到那個我們C點的 我剛剛是 我是放 這個Python的374 cmd enter 然後你就把那個 安裝的語法貼上 執行就OK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參考一下 我們的第0604這個單元的第二頁 會有一個叫爬蟲的基礎 那主要我要抓的就是 Halloword123 那我要怎麼樣去抓到這個 Halloword123 那可以怎樣去抓到這個 看這個 呢 我先看這個 喔 喔 好 有